第十一組的參賽選手 這部作品大家剛剛也介紹過 這是2015年由妮娑PLUS公司所開發的 以日本的武士刀各種武器所擬人化出來的 《刀劍亂舞》這部作品 而今天有另外一組 就是我們的第十一組 《刀劍亂舞集英演舞》所帶來的不太一樣的演出 那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詮釋《刀劍亂舞》 而他們的表演又會有跟剛剛什麼不一樣的一個呈現方式呢 今天要不要讓我們一起來期待 我們用掌聲來歡迎第十一組《刀劍亂舞集英演舞》 《刀劍亂舞》 《刀劍亂舞》 是正国将领毛利元旧嘉诚的短刀 后来赠了毛利元旧的初子毛利飞远 关元之战的新薰大将不用而得死 在下名为日本号 是师庭信长郑云三尘秀吉后得此疑 在下名为耀岩藤次郎 是中心爱族的短刀 因缘阻了灾态症状欲欺负自己 但是尝试多次也无法赤穿不顾 一路之下把刀扔到墙角的 一抹草药的活炬却赤穿了 都得了 在一个风流日丽的日子里 因为这块神烈的石头 让这个和平已经完全变掉了 一路之下 哦 这块神烈的石头 是让它出了什么 不尽的力量 哦 全身成为力量 这时的毛利与耀岩还有日本号 来找清零切准备出征任务 啊哈 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准备出任务了哦 这时的清零切不分底抹的攻击的伙伴 清零切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攻击我 清零切准备在死亡 应该就是准备了 美女 是谁 我 是很难的 你们为终胜 大声哦 哎呀 清零切我最有什么 最有人是你 此时的清零切开始攻击母班 清零切 难道你不记得母门吗 毛利 小心 这时的清零切似乎恢复了一点意识 拜托伙伴离开或攻击自己 你们 你们 快离开 或者把我杀了 我的意思 无法攻击太久 你 你现在说什么 我们可是一起同安共同的三千啊 我们怎么可能把你给杀了 要言一定有其他的办法 对吧 我 我认为 只有几千万 快点 快点 我 已经 无法够 我 这时的日本号 毛利 耀岩 决定击杀了同甘共苦已久的伙伴 兄弟 你们 对不起了 轻易切 你内容了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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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不起 你们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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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 往前站一步吧 我刚刚其实下都有点惊开了 等一下我要把他们的那个秘密武器秀给大家看一下 太有意思了 来 跟大家依序的 打一个招呼也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好不好 这个是 那个耀眼层次 然后我是指的 对 我是徐佳昌恒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毛利坦斯堡 哦 大家好 我是那个 极英言语的館长 我的 角色是金银杰 大家好 我是要听好 我今天扮的角色是一本号 好 我是 我是 我今天扮演的 好 那大家都说我今天乱玩 那团长嘛 那我们一起团长代表发言好 大雄后期来问一下 为什么今天呢 选择刀剑乱舞这部作品 然后 大家的角色来 因为刀剑乱舞他这个角色主要就是 以打斗为主 以打斗为主 战斗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都是从战国时期 比较有名的刀枪类 然后主线成有名 对 然后他们要去拯救已经时空 已经变成 有点类似 已经时空转移 然后要去拯救时空 把时空的历史讲正这样 所以 可是我蛮意外是 您说刀剑乱舞是一个重视 打斗武打的很多人 可是你们的表演在安排上 并不是这样安排 对不对 对 因为我想说要 比较突兀一点 突兀一点 对 不要就是 纯粹就是打怪物啊 什么的 然后讲这个历史 就是可能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这样 所以你们比较看重的是剧情的 这个安排就对了 你们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因为像其实大部分 大家对刀剑乱的印象 可能在武士刀 比较多 可是其实在作品里面 其实当然有非常多 像大太啊 或者是枪啊 的这些角色 而今天你们的成员里面 就有两把枪 那为什么会选择就是用枪的角色 你们是很喜欢用枪呢还是 因为枪本身就是比较喜与稀有类的 而且我这把七宁街就是战国最强 本国宗社所持的那一把明枪 嗯 对 然后他这把日本号 是知田信长正宗林的工程秀琴的那一把明枪 而且他这把是从那个 就是从天皇那边传下来的 所以也是一把明枪这样子 所以你们因为喜欢刀剑乱舞 你们甚至也研究了日本的历史 对不对 对对对 哦 所以这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其实也可以帮助年轻一个世代 去认识历史的发展 甚至是那些角色 角色历史人物的一些性格 对不对 团长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的人体烟雾机是怎么产出来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巧思 大家可能觉得前面的道具里面 藏的是一台会喷烟的烟雾机 可是其实没有插电 也没有任何的巧思 您愿意跟我们分享吗 这个也是 可以保留 变成一个秘密吗 可以 那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个神秘的小巧思 跟小巧馆 好的 那今天呢 非常的感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比赛 也预祝你们有美好的一个成绩了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那刀剑乱舞 你看我刚才讲到 那历史当中的一些武将 他们所使用的兵器 给人画出来做成的作品 虽然作品本身有着非常丰富的原创性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大家会开始去研究 历史的武将到底是 是不是怎么样 这样读历史 比以前我们读历史的方式是好玩多了啦 甚至在日本最近也因为刀剑乱舞的关系 各大国务馆也都展出了这些实体的这个刀的本体 也吸引了很多的粉丝们去朝圣 这个我觉得或许台湾也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源 我们应该好好地来参考一下 好 这是第十一组吉英演舞 带来的演出